选举之后呢 理论上大家都要检讨 国民党检讨民众党 民众党不敢检讨 选赢的民进党就开始检讨 检讨谁呢 检讨抖英 抖英大有问题 抖英这也是害我们得票变少 抖英呢就是认知作战 2022年九合一民进党败选 就把抖英呢 当成是战犯 现在呢 赖清德还没上台 又让调查局成立一个 认知战的研究中心 又说抖英是战犯 那到底最近抖英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在选后啊 很多人呢 录影拍摄到了 民进党执政党里面的开票 出现了种种的瑕疵 民进党有没有想要去改善 或检讨所谓的开票流程的 疏失跟瑕疵呢 当然没有嘛 干嘛最简单的方式 那就是出征这些拍影片的人 然后呢 要禁止抖英啦 民进党之所以要去禁止抖英的最关键因素 就是自己在这里打败帐 民进党太想看抖英了 民进党还以为抖英只不过是大家在上面看一些唱歌跳舞啦 完全不是 里面呢 不仅是纯粹的娱乐 还有社交 还有知识 而且更关键的 它早就是在台湾成立了有规模的生态链跟供应链 许多人都在里面做生意发大财 去年的商周才有封面报道 说如何短影音60秒 知道 来关键的威力 讲的就是抖英 而且前两年就已经有媒体报道 TikTok团队啊 进账上千万 鼓励大家进入抖英平台 你看这是哪家媒体报道呢 还是绿媒呀 这是要造反吗 你家老板在进抖英 你却报道鼓励大家多进来抖英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侯汉廷 选举之后呢 理论上大家都要检讨 国民党检讨民众党 民众党不敢检讨 选赢的民进党呢 就开始检讨 检讨谁呢 检讨抖英 抖英大有问题 抖英这也是害我们得票变少 抖英呢就是认知作战 2022年九合一民进党败选 就把抖英呢当成是战犯 现在呢赖清德还没上台 又让调查局成立一个 认知战的研究中心 又说抖英是战犯 为了防止近卫势力戒选 防务部调查局实习后 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 但何谓认知作战定义不明 来因质疑政府带头作乱 时局只为掌控言论自由 谁来认定内容是所谓的认知作战 会不会又到最后又变成是假认知作战之名 行言论自由控管之时 还是说把批评政府的都变成是认知战的一环 那这样子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言论自由的闲置 再也担心政府以认知作战名义越管越宽 现在甚至连抖英都要防 宁夏夜市举办了抖英航曲科目三的活动 都被指示武统台湾 认知作战仿佛成为口号 刚才提到抖英的这一个平台的问题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有些国家认知作战的一个平台 这几名韩团有很多他们耳熟能详的舞蹈 那我们能说说这是韩国对我们的认知作战吗 不用事事都用政治去看待 或者动不动就去丢人家红帽子 回国选前 检调以反讯动法大规模查办里长退警到大陆旅游 反观民进党的立委罗志正 疑似不雅影片外流 与蔡英文苏贞昌的录音们全归咎境外戒选 是否身位见识结果早已出炉 检调却迟迟没有公布 遭质疑侦办看颜色两样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东长二部 针对的是在野党的部分 然后对于这个执政党这些不利的一些证据传闻 也就是阿贡搞的鬼 罗志正还有赵天霖不是也说可能也是认知作战吗 就把这两大案作为我们的调查局 所谓的认知作战中心的头两站 绿营繁出包就拿境外借选遮羞 现在设了认知战研究中心 南英直言等同多了国家机器 民进党东场在线 那到底最近抖音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在选后 很多人录影拍摄到了 民进党执政党里面的开票 出现了种种的瑕疵 有人唱票了却没有亮票 有人画错了票数 有人拒绝别人录影 有人整个的选举票箱有问题 所以大家痛批这就是在做票 当然了你要说这就是民进党 大规模的蓄意的做票 让赖清德当选 可能是太夸张的指控 但是呢 开票的疏失 这十个录影都录到的客观事实 民进党有没有想要去改善 或检讨所谓的开票流程的疏失跟瑕疵呢 当然没有嘛 干嘛最简单的方式 那就是出征这些拍影片的人 然后呢要禁止抖音啦 那你想很奇怪啊 明明我拍影片 我可以上传到YouTube 上传到Instagram 上传到Facebook 都没问题 为啥偏偏上传到抖音就有问题呢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的扭曲跟病态心理啊 2024大选开票 选务人员打开票柜 一一拿出选票唱票 民众却拍下这画面 地板一掀开 一叠厚厚的选票夹在里头 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不少民众质疑 违反算票 做票太明显了吧 太扯了魔术纸箱吗 有可能啊 民进党很会做票啊 现场的人也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或重视发生 民进党流失了大量的年轻票 他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 就拿所谓的认知作战当挡箭牌 真的是把台湾年轻人都当成白痴 不过民进党这么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呢 民进党之所以要去禁止抖音的 最关键因素 就是自己在这里打败仗 2018年抖音刚进入台湾时 民进党没有看到它的前瞻性 而且后来就跟着美国一起来打击抖音 结果发现呢 舆论的领地舆论的战场 你不去占领就被别人占领吗 全台湾18岁以上使用抖音的用户 大约530万人 将近台湾四分之一的人口 而柯文哲的抖音账户呢 已经有了250万的粉丝 所以绿的当然会说 为什么抖音上都是蓝白的影片呢 因为你没有在里面经营嘛 那当然推播的都是跟蓝的跟白的有相关啊 所以柯文哲有庞大粉丝 那韩国瑜呢 没有账号 侯友宜呢 没有账号 蓝营在里面呢 账号比较强的 有在经营的 大概像罗志强和谢龙介 当然还有区区不才 必人在下 小弟我 在TikTok上呢 也有开设账号 欢迎大家多多按赞分享 所以不久之前呢 有人就警告我 说哎呀 我打击民进党太凶狠了 民进党的这个调查单位 法务单位 还有情质单位 都严正关注我 哎 这样的话 我就会多了三个粉丝 所以欢迎关注 欢迎关注 民进党把抖音平台 当成是借选的敌人 另外呢 就是要抢进年轻人的社群平台 叫做Threats 这样就能够拉近跟年轻人的距离吗 当然不能 民进党太小看抖音了 民进党啊 中国人比赛唱台湾歌 也不会怎么样 不过是个跳舞怎么了吗 只是一个舞蹈 为什么会到那么的大的东西呢 像我们可能会跳K-pop的舞 但是为什么我就不说 我们会被韩国统一呢 我自己觉得两岸友好 其实还满重要的 老外也在跳跌中国统一全球了 这是从大陆过来的东西 啊我们这边又有东西流行去大陆 所以就算是一个文化深的交流 文化层面上绝对是有在彼此交流的部分 但是如果要说成童话的话 是不是太果断了一点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流行文化耶 不会排斥啊 我觉得没有那么绝对啦 因为这种音乐的流行文化 本来就是比较无边界的 绿共只会整天稿意识形态 思想审查 五步也有意识形态喔 不会文化统一啊 要统一早就统一了 干嘛要用这个统一啊 我觉得就是太超过了 因为其实这个柯木山 也只是好看好玩 就是开心而已 觉得到政治就有点太夸张了 如果他们要统一 他们早就已经统一了 不会因为什么软体就来统一我了 两岸友好其实还满重要的 有没有带舞统这么夸张 我是觉得没有 这个东西还是取决于自己个人 会不会想要过去报名嘛 想要过去玩 我觉得像是也有其他很流行的舞 大家其实接受度也满高的 就是看用什么角度去看它 因为你老了看新东西都不顺眼 政治的话应该不会吧 他只是舞蹈而已 娱乐嘛就是娱乐 因为我们跟对岸友可能关系也不太好 所以会觉得说就有政治上的关联 可是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反正就是文化交流很棒 这我也不接受统一啊 家里中国制的东西都要拿出来丢掉吗 一月前子你会越想要使用吗 会 会跳啊 民间呢还以为抖音只不过是 大家在上面看一些唱歌跳舞啦 完全不是 里面呢不仅是纯粹的娱乐 还有社交还有知识 而且更关键的 它早就是在台湾成立了有规模的生态链跟供应链 许多人都在里面做生意发大财 去年的商周才有封面报道 说如何短影音60秒来关键的威力 讲的就是抖音 里面在介绍台湾很多人都在教导抖音直播课程 线下课程常常爆满 所以许多人早就透过抖音在做生意赖以为生 而且前两年就已经有媒体报道 TikTok团队进账上千万 鼓励大家进入抖音平台 你看这是哪家媒体报道呢 还是绿媒啊 这是要造反吗 你家老板在进抖音 你却报道鼓励大家多进来抖音 那为啥呢 因为抖音就是有这个魔力 大家喜欢它爱用它 并且在上面呢做生意赚钱 所以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如果民进党要断掉抖音 那么现在这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年轻人 必定会跟民进党造反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